朱欣怡在36岁生日这天宣布自己罹患乳癌 而且癌细胞已经扩散至08 正在积极接受治疗 9号她在老公的陪同下照常现身节目录影 完全坚强到让人超级心疼 这个周末也要做第四次化疗 其实做到第二次第三次的时候 我整个人已经就一直问说 我到底还要做几次 我到底还要多久 就是会一直 会很沮丧 那个药会摧毁你所有的生存意志 然后也会摧毁你所有的 生长快速的细胞 就像头发 就是大家现在看我的头发 它不是我的头发 我已经光了 全光了 我右边确定就会全切 然后我的这一型也是比较容易复发跟转移的 所以我有考虑过 我既然左边也有 那那个纤维腺流也不是那么安全的情况的话 那我是不是可以两边都做手术 但是我的主治医师现在是告诉我说 先不要 我也正在查一些重建的资料 因为对你而言 你把一个性象征切掉 第二性征切掉 然后要去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冲击很大 因为我就为了这个就是 好几个晚上我都觉得说 我要面对这种事情了吗 我觉得有一点可怕 他也透露手术时间最快是在5月 而在生病这段期间 老公也成了他最心疼的人 他很难为啦 因为他爸爸妈妈都是癌症 所以他没有想过他生命中有第三个人 就是又是癌症 我觉得他蛮崩溃的 而且我觉得对我而言 我可能就是担心我的病就好了 他要担心的事情更多 所以我觉得他很辛苦 那但是他跟我的信念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遇到了就是面对解决 其实我也有家人是说 为什么要讲出来 这种事情为什么要告诉大家 好像一般人生病了 会选择默默在家 一个人就是对抗这个疾病 可是我不想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 我有一个朋友是个管师 他告诉我的一个故事 他跟我讲说 我有一个病话 跟你一样都二期 确诊的时候 一阵子都没有回诊 再联络到他的时候 他让家人接电话说 他已经自杀了 我就觉得我应该有责任 应该要让大家知道这个东西 我觉得我可以做到 我相信你也可以 我相信他为了 我说你最后的 我犯人的病话 没有人得到 甚至他们在那个 剤